大家好,我是Trici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2020年12月10日 河床拒絕蒙混過關 星期五早上 南美自由杯半準決賽首回合上演獨角戲 阿根廷球隊河床和烏拉圭球隊 蒙特維多國民隊會展開較量 河床實力強勁,抵穩深厚 加上近方大勇 面對近方不穩定的蒙特維多國民隊 河床要取得晉級的機會 應該問題不大 到時M直播 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河床更放大勇 他們在阿根廷聯賽盃未輸過 期間阿羅羅渣士、班奴蘇古連利 祖利安·艾維斯和柏拉圖 等多名球員入球 多些開發的攻擊模式 必定會令對手更難以切放 加上河床在小組賽的發揮不錯 在六場贏了四場 職作13分 力亞阿瓜多爾球隊 對利家大學爾綁手晉級 今為重要的是河床攻擊火力全開 小組賽攻入了21球 是所有小組最強火力 在16強連對巴甲的巴拉納體育會 河床也能順利晉級 球隊士氣旺盛 另外作為阿甲豪門 河床在南美自由杯的戰績都非常理想 歷史上七次入決賽 四次捧杯 河床過往三屆南美自由杯最差都可以去準決賽 今次面對實力不如自己的蒙特維多國民隊 河床一定有力擊殺對手 與河床一樣的是 蒙特維多國民隊在小組裡 都是以投名晉級 而且分數還要比河床高 但到了16強的比賽 面對阿甲多爾的迪華利獨立隊 蒙特維多國民隊遭到了極大的挑戰 進攻球員相當之不行 最終只能夠在十二碼大戰當中慢慢過關 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蒙特維多國民隊在南美自由杯的戰績 與河床相比不差得多 前者六次闖入決賽 三次捧杯 但最近一次奪冠已經要追溯到1988年 而後者最近兩屆連續闖入決賽 又在2018年奪冠 雙方的實力可以說是不相百中 另外蒙特維多國民隊過去三屆最好的成績 都只是16強 今屆已經闖入半準決賽的他們 已經超額地完成任務 即使未能晉級 相信球隊也不會太過不開心 M直播在手隨時看球賽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